音能靖和于晨沁于2009年离婚后 如今已经找到各自的幸福 日前音能靖突然有感而发 透过影片分享了 在台北的豪宅内部装潢 以及离婚后的心情 他透露离婚后的那段日子 没想过会再进入另一段感情 因此任性地选择了怀旧法式的装潢风格 就像单身女性的家一样 而自小阿丽的房间则是英式古典风格 母子两层一起挑选 家中的杯盘收藏 跟直言以为自己这一生应该会孤独终老 等到日子长大离家后 独自面对一整面墙的瓷器 没想到当满面墙的杯子 占满自己的生活后 他居然有了女友小米丽 以及相伴一生的丈夫情号 因能靖直言正面 瓷器墙 见证了自己从青春到中年 也将陪伴自己到老年 很多时候我们留下的收费品 但对自己来说 留下的其实是满盈的一生 感性的发言或者往我们打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